马华提成财政预算案备忘录 希望团结政府把重点放在四个方面 确保全民从财案受贿 备忘录是由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收集超过60个华团 工商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的建议后整理而成 备忘录分四大方面 一、人民福利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国民收入 降低个人所得税 B40社会医疗保险计划 继续推出援助金计划 拨款1000万令吉与电竞领域 大专升200令吉电子钱包援金 买50无限次承搭公共交通月票 提高华小拨款 10家6华小计划财政援助 2000万令吉国中拨款 1500万令吉独中拨款 拨款5000万令吉与优大医院筹建基金 拨出1500万令吉与科医及格新部 二、经商便利 降低企业所得税 中小型企业2万令吉税务回扣 5000万令吉华裔小商小贩微型贷款 5000万令吉自立合作社低息贷款 三、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发展鸿沟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设立低碳转型融资基金 提供电动汽车EV相关奖揭 推进东马沙巴沙拉越两周软硬体发展 四、政府效率 三大议题 必改善公共服务效率 二、保障粮食安全 三、加强公共医疗 预算案需不分种族、宗教、州属 照顾全民 确保无人被遗漏